今天经过一个沙滩,发现沙滩上有一个奇怪的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呀?怎么看起来感觉有点像蟹老板呀? 这个螃蟹怎么只有一个夹子呀?大家有人认识这个品种的螃蟹吗? 真的是奇怪了,第一次见这种螃蟹 先不管了,来河里捞几网看看能不能捞到什么东西吧 来看看有什么东西吧 原来刚才捞到的白色的东西是一只鱼呀,我去 我这运气怎么那么好,竟然被我捞到一只白色的鱼 你们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品种的吗?还挺好看的 先给盆里来点农夫山泉 赶快把这个漂亮的鱼给放进盆子里去吧 呀,这家伙还不想进去呢 前面那个是什么东西跑到水里去了 惊讶的发现竟然是一只乌龟 这里怎么可能会出现乌龟呢?这也太神奇了 而且这个乌龟的品种我都不认识 你们看看来河边没一会就有这么多收获了 我刚刚发现前面有个红红的东西,而且它还会动 赶紧把它抓起来看一下 哇,这家伙还夹我的手,被它夹得好疼呀 这好像是一只螃蟹吧 可是它怎么是这个样子的? 这螃蟹该不会是变异了吧? 蛤? 你们看它的身体还是蓝色的,我估计是变异了 继续来水里捞几下,沿着岸边捞捞看看有没有收获 咦,看到里面有一个东西了 我的妈呀,怎么被我捞到一只那么大的乌龟呀 刚才又捡了乌龟,现在又捞到乌龟 这河里的乌龟怎么那么多呀 这也太奇怪了吧 今天一下子就收获了这么多东西 运气真的是不错呀 先把它们带回家吧 咦,当我正要回家的时候 突然发现这里又有一个乌龟 这该不会是别人放生在这里的吧 最后给你们看看这两个螃蟹吧 两个变异的螃蟹 大家有人认识的话把它们的名字打在评论区哦 现在先回家吧 今天我在河边抓鱼 突然发现这有几个小盒子 蛤? 这小盒子里有什么东西呀 刚才看到这里面有个黑黑的东西 赶紧把盒子打开 看看里面是什么稀奇的东西吧 咦,这不是一只螃蟹吗 一只好小的大闸蟹呀 这也太可爱了吧 幸好我带了盆 先把它给放进盆里吧 按理来说如果盒子里有大闸蟹的话 这些盒子里应该也有的呀 但是这些盒子里的跑哪里去了 你们看看 我在不远处又发现了一个盒子 不知道这里面还会不会有大闸蟹 把盖子一打开就发现里面有大闸蟹了 真奇怪,这些大闸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你们看这个大闸蟹在我的手上还不掉下去的 它们的攀爬能力也太好了吧 你们看看这是什么 又是两只大闸蟹在这个墙壁爬来爬去 它们跑步的速度好快呀 还有点不好抓它们呢 不过这些大闸蟹可爱是挺可爱的 你们喜欢大闸蟹吗 反正我是挺喜欢的 刚刚我忘记这里有个盒子了 不知道这个盒子里会不会还有大闸蟹 赶快打开揭秘一下吧 没想到这个盒子也有大闸蟹 就是不知道到底是谁把它们给抛弃在这里的 这么可爱的动物,它们都抛弃 这也太狠心了吧 不管了,还是先把它放进盆里去吧 你们看,在不远处的小水坑 又被我找到两个好小的大闸蟹 赶紧把它们给抓起来 不然等会都要被它们给跑掉了 你们看,又成功上货两个好小的大闸蟹呀 看看这些小家伙都挺活跃的呢 你们看看,正要回家的时候 突然有发现树边有一个盒子 这里面应该也会有大闸蟹的吧 先把盒子打开看看有没有吧 没想到真的有大闸蟹哦 大家帮我算算一共有多少只大闸蟹 算对了,有惊喜哦 你们看看,这就是今天抓到的相对来说 比较大一点的大闸蟹 是不是很可爱呢 由于今天早上下了一场大暴雨 我的鱼缸的水都满出来了 鱼缸里昨天抓回来的乌龟和鱼全部跑掉了 这该怎么办呀 在不远处就发现我昨天抓回来的白色鲫鱼了 赶紧拿盆子给它装起来 不然会领盒饭 这家伙真不老实 昨天才抓回来的今天就想逃走 提上盆来鱼缸附近转转 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的乌龟 这附近也没看见乌龟 刚才是什么东西呀在动呀 我去,原来是一只乌龟呢 我的火箭乌龟 你们看看它还在吃我的澳洲龙虾 这家伙可真会过日子呀 刚刚听见这盆栽里面有动静 把草扒开来看一下是什么 我去,好像是我的巴西龟跑过去了 赶紧把它给抓上来 这家伙也真是的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还不好抓它呢 每次下暴雨它都会跑出来 估计也是这个家伙带头跑出来的 来我家另外一边的盆栽这找找看 看看这附近有没有乌龟 咦,这不是我之前抓回来的本地乌龟吗 这家伙怎么也跑出来了 平时都是你最乖了 估计是跟那个巴西龟学坏了 竟然跑出来了 我家瓦片这里好像也有情况呢 你们看看有一只乌龟躺在这里了 赶紧把瓦片拿起来 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咦,这乌龟怎么不动了 可能是领核饭了 应该是它自己跑进瓦片里面卡住了 然后时间太长导致领核犯了 那就只能送它回家了 提上盆接着去我家的流水口找找看还有没有乌龟 平时乌龟都会跑过去的 哇,我的直觉是没错的 竟然真的在这里哦 我的火箭乌龟 这家伙也学坏了 总是跑出来 幸好乌龟们大部分都找回来了 可惜有一只乌龟领核饭了 真的太伤心了 先把它们放进鱼缸 希望下次它们不要跑出来了 由于近几天都在下雨 水沟的水都满满的了 今天我来这里碰碰运气 看看能不能在这抓点鱼 咦,前面怎么有个东西飘下来了 而且我看到荷叶上好像还有东西 呀,怎么会有两只乌龟呀 这是什么情况呀 这难道是上面的乌龟养殖基地跑出来的吗 先把它们给放进桶里面去吧 继续沿着水沟去上面碰碰运气吧 哇,怎么又有一个大乌龟被水冲下来了呀 我去,这么大的一只乌龟被水冲下来了 这老板不得亏大了吗 赶紧先把它给放进桶里去吧 现在换个方向 现在往下走 找找看 看看有没有收获 这怎么有一只鱼呀 赶紧把它给洗个澡 哇,这鱼怎么还是白色的呀 白色的鱼可真漂亮呀 给它来点水吧 以防我的鱼儿领盒饭 你们看看 我还发现这里有东西在动呢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赶紧把它给拿出来看看是什么吧 哇,是一只乌龟 我的妈 这是我们本地的乌龟 我今天的运气怎么那么好呀 今天的收获不错吧 一下子就收获了这么多的乌龟呢 运气简直爆棚了 咦,怎么又有一个荷叶飘下来了呀 上面还有乌龟 我去 上面乌龟养殖基地 怎么跑出来这么多乌龟呀 幸好我来这个水沟了 不然这些乌龟都要被别人给捡漏了 来看看今天的收获吧 真不错呢 大家帮我数一下 一共有多少乌龟 我都有点算不过来了 带它们回家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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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